再来关注的是南太平洋岛国东家附近的海底火山在15号爆发 所引发的海啸波及了沿岸的太平洋多个国家 火山在4天之内又喷发了3次 而周一测到的规模最大 东家当局证实有两人因为海啸罹难 而目前全岛都被火山灰覆盖 机场还必须要等到清出跑道 燃到物资才能够运送 不过由于东家采取的是封锁防疫 至今岛上只有一人确诊 所以各国也不敢贸然的登岛救援 担心会把病毒带进东家 南太平洋岛国东家附近的海底火山在15号爆发 引发了海啸 沿太平洋多个国家包括日本美国秘鲁和智利都遭到波及 火山在4天之内又喷发了3次 周一测得的规模最大 纽西兰侦察机也传回了东家的现况 整个岛屿都被火山灰覆盖 东家当局目前确认有两人罹难 其中一人是英国籍女性 海啸来袭时她刚好在沙滩上遛狗 不幸被大浪卷走 另外还有两人失踪 东家海底电缆因为火山喷发而毁损 对外的通讯和网路全数中断 外界能获得的讯息有限 不过岛上的电力和通讯已经大致恢复 许多宜居外地的东家人 心急的想知道亲属的安危 在一周或两个月中间 我们应该知道 我们能够得到 能够得到我们的维持续 走 我们现在的主要是 地区的情况 东家的机场也被火山灰给覆盖 必须先清除跑道才能起降 人道物资暂时无法送达 纽西兰周二派遣了军舰前往东家协助 承诺将捐助68万美金救灾 中国大陆随后也宣布捐款10万美元 中国红十四会已经决定向汤方提供10万美元 紧急人道主义献会援助 中方将根据灾情和汤方需要 进一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地质学家表示东家海底火山爆发威力 是太平洋上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卫星图也显示 爆发后的火山岛大部分都已经沉入海中 只露出一点点的陆地 大量的火山灰也对空气和水源造成了严重污染 海啸也意外导致密鲁海岸遭到原油污染 海啸来袭时 刚好有一艘运油船正在密鲁的炼油厂泄游 大浪冲击船只导致油污外泄 长达数公里的金黄色海岸全被油污包围 大量海洋生物也遭殃 东家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就采取封锁措施 至今岛上只有一个人确诊 各国因此不敢贸然登岛 担心将病毒带入 南太平洋上空浓厚的火山灰 也打乱了飞进这个区域的航班 美国和斐济的班机受到影响 不是取消就是转将 TVBS新闻总和报导 但是这里是剩下的